张首寿先生干掉他的一个关键人物 就是沈南鹏 沈南鹏是导致他被干掉的最核心的原因 Squire几乎是垄断了半个中国的互联网巨头 你有沈在曼哈顿的能力 现在就在对面的房子 还有在美国的政治能力 我告诉你 都说是温迪登 介绍了伊万卡和库什纳认识 但是你有沈 那在库什纳 伊万卡和川普总统这块的影响力 那不知道大多少去了 硅谷里边老大Thomas 硅谷的 包括Eric Smith 他什么咋个不是格 见了沈南鹏 尼尔沈的时候 那真的是 做沈南鹏就跟狗一样 那能不能说话吗 尼尔沈绑子一晃 小哥一进来 两句一叫玩玩 大家就闭嘴 他在桌上一说话 你发现桌上没有人说话 尼尔沈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这代表中共中央 尼尔沈就因为首剩 他的这个人的价值 不知道给他带了多少钱 就是中共中央 所谓的量子电脑中心 链子电脑经济研发 和链子电脑应用中心 成立了极大中心 全都是尼尔沈 跟他一起干 首剩出事以后 谁是他的合伙人 你查过红杉质本 谁是他的最大合伙人吗 美国最有实力的家族 十一个家族 九个是他的合作者 现在就是白恐怖 不能再说名字了吧 张首剩这个事情 就是华为和沈南鹏 这帮孙子 把他彻底给毁了 他说用它 他没有任何保护机 就是把你用尽拉倒 而且甚至希望他死 你把技术拿完以后 你已经没什么价值了 当知道美国调查他的时候 他知道调查你 那你就牵涉到我了 这些人就直接把你做掉了 灭口了 这就叫共产党的超限战